这可能是最适合博尔特的项目没有之一 他完美地契合了博尔特的优势避开了劣势 博尔特曾经在一场车祸后 依然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这个项目就是150米 如果不信的话也别着急 听我说下去就知道了 2009年英国街道赛 这场比赛是博尔特为数不多的150米比赛 在这场比赛举行之前 现场刚刚下过小雨 并且从街道两旁的观众来看 气温也非常低 大家也都知道 这种条件是很难创造出好成绩的 不过看这场比赛之前 小扒想先和大家说另外一件事 在比赛的不久前 博尔特为了回家看那年的欧冠半决赛 在亚买加国内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 神奇的是 车上加上博尔特共三人 其中两人一个浑身伤痕 一个当场昏迷 而博尔特却毫发无损 唯一受伤的地方 还是因为下车走路的时候 被碎了一地的挡风玻璃割破了脚 除此以外没有出现任何伤口 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最离谱的是 自从遇到车祸后的第四个月 就是博尼市锦赛的时候 博尔特创造了两个新的世界记录 且保存至今 9秒58和19秒19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造的 包括接下来的这场比赛 那咱们就直接看比赛的视频 14秒35 博尔特再一次刷新了世界记录 或者说是150米最好成绩 从比赛的画面打击可以看到 这是一条150米的直道 完美地契合了博尔特的后程能力 因为百米对于博尔特来说有些短 200米因为弯道的原因又有些长 所以直到150米是最契合博尔特的 而且这还是在雨天创造的 所以这个成绩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 同时14秒35的数据 也成为了博尔特所有比赛种配速最快的一场 换算成百米的话 平均配速为10米45每秒 而9秒58那一场的配速为10米43 所以从一个很夸张搞笑一点来说 是车祸成就了博尔特 成就了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短跑运动员的说法 一点都没有错 就是可能会挨骂 你们说呢